宣读圣经 职场行 宣读圣经 解析职场 践行工作神学 活出职场使命 欢迎收看系列节目 宣读圣经职场行 在这个系列的每一集节目中 我们首先会以诗篇作为开场祷告 接下来分享圣经中的一个章节 再讨论这段经文对于工作 工作者和职场的意义 鼓励您每次看完视频后都想一想 如何将您从节目中学到的内容 应用到自己的工作中 现在让我们以祷告的心来聆听诗篇 诗篇第十九篇 大卫的诗教育灵长 朱天树说神的荣耀 穷仓传扬他的手段 这日到那日 发出言语 这夜到那夜 传出知识 无言无语 也无声音可听 他的亮带通遍天下 他的言语传到地极 神在其间为太阳 安设帐户 太阳如同星狼出洞房 又如勇士欢然奔路 他从天这边出来 绕到天那边 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 耶和华 耶和华的律法权备 能苏醒人心 耶和华的法度确定 能使愚人有智慧 耶和华的训此正直 能快活人的心 耶和华的命令清洁 能明亮人的眼目 耶和华的道理洁净 存到永远 耶和华的典章真实 全然公义 都比金子可羡慕 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 比蜜甘甜 且比风房下滴的蜜甘甜 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 守着这些便有大伤 谁能知道自己的措施呢 愿你赦免我 隐而未现的过错 求你拦阻仆人 不犯任意妄为的罪 不容这罪挟制我 我便完全免犯大罪 你可划我的磐石 我的救赎主啊 愿我口中的言语 心里的意念 在你面前蒙悦纳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学习圣经经文 出埃及记第十九章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 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 就来到西乃的旷野 他们离了利菲定 来到西乃的旷野 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 摩西到神那里 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 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 小玉以色列人说 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 你们都看见了 且看见我如鹰 将你们背在翅膀上 带来归我 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 就要在万民中 做属我的子民 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你们要归我 做祭司的国度 为圣洁的国民 这些话 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摩西却召了民间的长老来 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 都在他们面前沉鸣 百姓都同声回答 反耶和华所说的 我们都要遵循 摩西就将百姓的话 回复耶和华 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 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 可以听见 也可以永远信你了 于是 摩西将百姓的话 奏告耶和华 耶和华又对摩西说 你往百姓那里去 叫他们今天明天自节 又叫他们洗衣服 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 因为第三天 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 降临在西南山上 你要在山的思维 给百姓定界线 说 你们当谨慎 不可上山去 也不可摸山的边界 反摸这山的 必要致死他 不可用手摸他 必用石头打死 或用箭射透 无论是人 是牲畜 都不得活 到脚升脱长的时候 他们才可到山根来 摩西下山 往百姓那里去 叫他们自节 他们就洗衣服 他对百姓说 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 不可亲近女人 到了第三天早晨 在山上有雷轰 闪电和密云 并且绞声甚大 营中的百姓 尽都发战 摩西率领百姓出营 迎接神 都站在山下 西乃全山冒烟 因为耶和华 在火中降于山上 山的烟气上腾 如烧摇一般 遍山大大的震动 叫声渐渐地高而又高 摩西就说话 神有声音答应他 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 耶和华照摩西上山顶 摩西就上去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下去嘱咐百姓 不可闯过来 到我面前观看 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 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杰 恐怕我忽然出来 急杀他们 摩西对耶和华说 百姓不能上西乃山 因为你已经嘱咐我们说 要在山的四围定界限 叫山成圣 耶和华对他说 下去吧 你要和亚伦一同上来 只是祭司和百姓 不可闯过来 上到我面前 恐怕我忽然出来 击杀他们 于是摩西 下到百姓那里 告诉他们 神吩咐这一切的话 我是耶和华 你的神 曾将你从埃及地 为奴之家领出来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也不可做什么形象 仿佛上天 下地和地底下 水中的百物 不可跪拜那些像 也不可侍奉他 因为我耶和华 你的神 是祭邪的神 恨我的 我必追逃他的罪 自父及子 直到三四代 爱我 守我诫命的 我必向他们 发慈爱 直到千代 不可妄称 耶和华 你神的名 因为妄称 耶和华名的 耶和华 必不以他为无罪 当纪念安息日 守为圣日 六日要劳碌 做你一切的功 但第七日 是向耶和华 你神 当守的安息日 这一日 你和你的儿女 徒币 牲畜 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 无论何功都不可做 因为六日之内 不可奸添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见证 献害人 不可贪恋人的房屋 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 湖壁 牛鱼 并他一切所有的 不可贪恋人的 不可贪恋人的 我说明是要试验你们 叫你们时常敬畏他 不治犯罪 于是百姓远远地站立 摩西就挨进 神所在的幽暗之中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像以色列人这样说 你们自己看见 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 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 与我相配 不可为自己 做金银的神像 你要为我煮土坛 在上面以牛羊线为 凡记和平安记 凡记下我名的地方 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 你若为我煮一座石坛 不可用凿成的石头 因你在上头一栋家具 就把坛污秽了 你上我的坛 不可用台阶 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 现在 让我们安静片刻 默想刚刚所读的经文 律法在出埃及记中的意义 出埃及记十九章一节 到二十四章十八节 我们首先得承认 出埃及记是整本圣经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不是一部独立的法律文书 克里斯托弗赖特曾经写道 人们普遍认为 圣经是一本基督徒的道德准则 然而 圣经的内容和目的远非如此简单 圣经本质上 是关于神 世界和人类的故事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世界出了什么问题 神做了什么来拨乱反正 以及 在至高神的计划中 未来将会怎么样 当然 在这个宏大的叙述中 道德教导 却是占据着重要位置 事实上 圣经所讲述的 就是关于神的宣教使命的故事 要求人类做出适当的回应 呼召人类的参与 而我们的使命 必然包括道德层面的回应 接下来 因为律法这个词 在我们的讨论中至关重要 因此我们有必要 厘清其含义 在《出埃及记》中 这个词的希伯来原文是 妥拉 妥拉 这个词在《创世纪》中 出现过一次 指的是亚伯拉罕所遵行的 神的指示 从诗篇78篇一节 我们看到 这个词也可以指 一个人给另一个人指示 但是呢 在整个摩西五经和其余的 旧约经卷中 妥拉都表示 某种从神而来的 指导神百姓举行仪式 和正式敬拜的行为标准 以及民事和社交行为准则 在圣经里 妥拉含有神圣的权威指示之一 这个概念与现代社会的律法截然不同 法律是由国家立法机关起草和颁布的条款 所以在讨论圣经时 为了强调出埃及记中 律法的丰富性和指导性 我们有时不必把这个词翻译出来 可以直接采用妥拉这一说法 在《出埃及记》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妥拉作为一套具体的指示 是圣约的一部分 换句话说 圣约作为一个整体描述了神和他百姓之间的关系 而这个关系是通过神救赎自己百姓建立起来的 作为与百姓们立约的王 神接下来特别说明了 他想要以色列人如何行事为人 以色列人承诺遵守陀拉 以回应神所赐的圣约 这一点对我们理解工作神学的意义非常重要 神与我们的工作关系 界定了我们将如何在工作中理解并实践他的心意 正如约翰一书四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所指出的 我们爱 因为神先爱我们 而且我们通过对待他人的方式 来展现这种爱 神命令我们无条件的爱临舍 这意味着无论我们是在教会 公共场所还是在工作场所 都应该践行这一教导 感谢收看系列节目 宣读圣经职场行 鼓励你每次看完视频后都想一想 如何将节目中学到的内容 应用到自己的工作中 宣读圣经是在集体中规律聆听整本圣经的属灵操练 读完整本圣经只需一百个小时 建议你除个人灵修之外 每周与同伴操练宣读圣经 坚持一年便可读一到两遍旧约 两到三遍新约和诗篇 欢迎下载戏剧圣经app收听整本圣经内容 或下载环球传播app收看节目 本节目由宣读圣经工作神学职场使命与新加坡环球传播联合制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